從看見台灣 看到台灣的傷痛 但是在我們政府官員 看完之後很心痛 不過做出來的這樣的結果 恐怕是讓所有觀眾朋友 你對政府更加的也痛心 因為你搞了半天 你只能做這樣的東西出來 法規都有 但是沒有人認真執法 所以台灣這麼多 這麼多所謂的違建出現 那麼現在清靜的部分 就這樣子pass過去了 因為馬上年底清靜 也要搞這個跨年晚會 那麼這個時候我們來看到 這個就是現在 南諾縣的代理縣長 叫陳志欽 那個縣長李朝青 已經因為貪污案 去那邊了 那麼來看到說 現在清靜民宿告詢 115家5家合法 110家違法 這跟之前數字又不一樣了 好 那麼現在說呢 違法業者立刻停業 一個月內提出申請 通過審議後 就可以就地合法 但不願意的話 我就來強制拆除 這時候大家誰會不願意 趕快改一改就沒事了嘛 這兩天成為 報紙上的一個名單而已 比較難堪難過 過兩天就沒事 挺過去 那麼楊角村告訴大家 其實他們還滿低調的 這個房子很漂亮 那麼現在開始接受退訂 蓋也不過四年而已 另外一個立即有問題的 叫封單白陸 我說員工生計怎麼辦呢 你們就違法在那裡 營業的員工生計 歸政府館 好奇怪 也在營業四年而已 那麼南投的 親機的觀光發展協會 理事長 溫震宇說 現在生意不用做了 大家一堆的銀行貸款 要怎麼辦 欠款要怎麼辦 但是沈大佬 好奇怪 當初在開始賺錢 都不會想到 我是有違建的 我是有擴建的 我投入這麼多錢 我賺不回來怎麼辦 台灣好奇怪 這個事情全部歸政府館 這個一點都不奇怪 因為我們以前都講說 官雕名滿 我們現在官是沒有本事雕 我們現在官是怕老百姓 或者怕喪失 這真的是一點 很非常濃濃濃 一點用途都沒有 但是我們老百姓 是越來越滿 就是說 他現在碰到這種事情 他絕對不會有反省的能力 去檢討 當初我大概賺盈了多少漏洞 我到底守了哪些法規 我拿到執照以後 我到底變通了哪些東西 他絕對不會說自己有錯 他把說好 你現在要處理我 要處分我的話 那我這些後果 比如說銀行貸款 怎麼散後 我的員工如何去 這些都提出來 好像我們都欠他的 政府欠他就是我們欠他 我們怎麼會欠你 我們怎麼會欠他 所以這個是台灣老百姓 此風這樣下去 繼續下去 已經行之有人 現在還沒有被遏止的現象 但是大家看在眼裡 比如說大家今天看這個節目 大家心裡頭的感受是什麼 就是說 趕快拿去吃 趕快拿去吃 這個觀念真的是從 日本人回家以後 1945年到現在 越來越嚴重 這個我必須講是 國民黨政府要有責任的 雖然我已經不再替民進黨講話了 但是民進黨一定把這個罵國民黨 我就活該 民進黨把在大陸上的惡習 帶到台灣來 日治時代是不會有這個東西的 我跟你講真的是這樣 現在台灣老百姓每一次看 你看以前日本人回去以後 宿舍沒有人敢站 後來去站的人 就從站有拿到所有權 拿到他起碼拿到權益金 這個也是看在一般老百姓的眼裡 咖啡也在這裡 就是手法的人到頭來是吃虧的 這種話你業者 你如果覺得自己有理虧的話 這種話講得出口嗎 這種話都敢講的話 我覺得你回家要拿著鏡子照照看 你只是說一點 反正大家都覺得他們沒有理虧 所以我們剛剛特別強調說 當然地方政府在這裡 扮演是關鍵的角色 照都是你發的 現在出事怎麼辦 還要把它圓回來 我們剛剛講到的 這個事情發生到現在 觀眾朋友有沒有觀察 我們民進黨的立法委員 有站出來講話嗎 特別是難投的 不管他幫誰講話 有嗎 你去回過頭去想一想 所以在這裡我們剛剛講 你最要查的叫做什麼 叫官商還有跟民代之間的問題 現在反正就這樣子 現在已經成為年底跨年 很重要的一個地方 2011年開始有跨年晚會了 一年兩年三年今年 馬上了2013跨2014 又有跨年晚會 所以現在告訴大家是什麼 接下來如果你訂好民宿 或是在這個月底 12月31號要上山去跨年 沒問題不用擔心 因為不過那7加1而已 所以政府現在做的是 這樣子的事情 以前告訴大家 一旦怎麼了的話 那個後果不堪設想 但是現在說 看來沒有什麼後果 會出現的樣子 至少現在不是颱風季節 不用擔心嗎 這是我們看到 政府對於國土保育的決心 展現不過是這樣子 超級的不及格的一個表現 我們今天講到了 另外一個題目要來看到說 那現在也趕緊要來展現決心的是誰 這兩天的一個關鍵人物 叫做連勝文 連勝文要展現決心 他到底要不要選台北市 到現在不講 有人說已經等到 快受不了了 有人覺得說 真的要出來嗎 一旦出來會不會被打到怕呢 為什麼要這麼怕呢 我們先看 接下來報導 周刊大爆料 連勝文買頂心TDR 質疑利用關係賺錢 但仔細看 資料來源 卻是回扣案的筆錄 檢察官的筆錄 怎麼會外流 現在政壇也傳出陰謀論 似乎有一股勢力 刻意操作馬連關係 但相裝舞劍 卻意在打馬 這個顯然就是 有心人士故意要去 來挑撥馬總統跟連家的關係 而且以馬總統的人格風格 特質執政的風格 大家都知道 他不會去做這個事情 國民黨立委認為 事件不單純 一般不會見光的司法文書 竟然成了特定媒體的消息來源 到底是哪個環節出了問題 司法獨立司法偵辦的內容 怎麼可以外流呢 我想我們擔心 今天連勝文的筆錄 這個頂心的筆錄外流 隔天就有可能 其他這個人的筆錄可能外流 立委質疑 檢調系統不夠中立 就怕變成政治工具 這也是很多民眾心裡的感受 馬總統念資在資的司法獨立 是不是出現裂縫 相關單位或許有必要 好好查一查 中文新聞台北 綜合報導 好 有人說到 這個選舉大家最怕的 就是什麼呢 這個實在是一枝獨秀 連勝文在台北市 現在的民調不得了 那個子本來就夠高大 子彈隨便亂打容易打到他嗎 好 那現在要打連各種的消息 Post出來之後 比較容易也能夠打到他 把他打趴嗎 我先請教這個江委員 您也選舉過 那現在台中的狀況也是不明嘛 我們這個胡席長 到底要不要出來 今天很多媒體不快派他新工作 好 同理呢 那我們來看 那在北市 這個叫首都之戰 對國民黨來講 非贏不可 現在看來要輸也很難 不過這個人出不來 然後呢 好像是連勝文 現在發現這樣 連一個筆錄都能夠洩漏出來打他 不曉得 您是覺得這個是 是誰在幹這檔的事 當然這個筆錄出來 到底是要打誰 時間點來看 當然很多人會聯想到說 前一天就有爆出來說 他馬上要宣布 他可能要參選 然後隔天就爆出這一個 周刊的新聞出來 所以感覺上好像是針對他 但實際上這件事情 因為涉及到鼎心 涉及到永豐鎮 還有涉及到另外一圈的人 那難道不是針對鼎心 還是針對永豐鎮呢 我覺得那當然是另外一個部分 可是在政治上的時候 大家一定馬上聯想 就是說從那個時間的巧合點 就會覺得 這應該是針對連勝文而來 但是從國民黨的角度 我也想不透 就是說今天到目前為止 至少連勝文他是民調最高的 那台北又對國民黨來講 是首都之戰 你今天國民黨要推的候選人 當然是勝算最大的來推 那如果說他是勝算最大的之一的話 從國民黨的角度 有必要去打擊他嗎 我覺得也沒有必要 那是誰 那另外就是說 這個從檢調的筆錄 可以露出來 我覺得這個司法單位 必須應該出來說明 為什麼會這樣 如果說他這個筆錄可以露出來 那我們難保其他的筆錄 也可以這樣子露出來 所以這件事情的本身 其實從法律面來看 連勝文他是沒有犯法的 因為從整個TDR的交易來看 他是沒有任了法律責任的 那政治的效應會不會有 會 因為感覺上好像在慢慢累積 打擊他的一些本 修美本 然後選舉的時候就最喜歡用這種 逝世而非 又可以把你抹得一塌糊塗的議題 然後又讓你難以招架的 或者是說你要回答 你怎麼說信者很信 不信者很不信 這個就是這種議題 所以這種議題老實講 如果沒有去有效的把它停損的話 它會慢慢延燒出其他 跟這樣這一類相關的 這個選舉議題出來 這個當然對連來講 就會非常的不利 所以我是覺得從目前來講 就國民黨的也好 或者連本身也好 如果說台北之戰 對國民黨非常非常 非贏不可的話 總黨的角度也應該 設法去釐清這個事情 重點的角度那更應該 設法你自己出來說明之外 你也必須要求 設法單位你出來講清楚 怎麼莫名其妙會燒到我 是不是有哪些人用什麼樣的管道 讓這東西弄出去 要追究責任 有人出來追究責任 連勝文就發了一個聲明 國民黨有出來坑氣嗎 好像沒有 但是就這樣呆呆的 活生生在那被人家說 就是你們國民黨自己搞的 是這樣子嗎 特定比如可以洩漏給特定的媒體 誰在這裡操作 又想幹什麼呢 我們休息一會 待會回來再來討論